明天怎么着啊 今天带大家看看 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女子贵族学校 位于常宁区中山公园西南侧 常宁路1187号 就是上海的上世纪 甚至上上世纪的女子贵族学校 这所学校就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女子教会学校 1881年的时候由美国圣公会创办 原名呢叫上海圣玛利亚女书院 在1923年的时候 改名为上海市师利圣玛利亚女子中学 当年的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是一所女子贵族教会学校 学校的招生对象 多以上中等家庭的女子为主 就上海滩很多名媛淑女 宏吉一时的影星都出自这所学校 比如张爱玲于庆堂 是出自这所学校的知名校友 直到1952年7月的时候 上海市教育局接管了 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校 并把这两所学校合并成一所全新的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可惜的是 昔日古朴优雅的校园 早已不见中继 长宁路上原圣玛利亚女校旧址 七壮历史保护建筑 只有一壮被重点保护的钟楼还存在 如今的学校旧址 被一个庞大的中山公园商圈所环绕 部分旧址的建筑也被做成了餐饮 这就是上世纪上海女子贵族学校的过去和现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